兄弟们今天是我帮黑心老板出自单排战神第二天 由于昨天没有深思熟虑 也在他嘴后之下一口就答应了七天内上部剧战神去全哥退款要求 在我答应过后他紧急着就开始洗脑直播间里的粉丝 说什么只要让我七天内上部剧战神 就他哥给狙击我粉丝人手介绍一个极品少罗啊 可是昨天他哥他还让我给他介绍什么高冷预解 今天就给狙击我家人们介绍上极品少罗了 你就说他这一言俩骗你谁能相信啊 可是那哥直播间里家人们都相信 别问我现在为什么在房子里面各个奖落丰满自闭一样 那不就除处人都被黑心老板设在悬赏令了吗 不一会儿功夫我这个小小房居也直接被围着水泄不通 现在想要取得生意就必须要依靠我手里的顺暴雷 因为此时我的四面八方已经布满了溃平巨队的枪线 解决了这个窥测过后隔壁巨仔也开始蠢蠢欲动 与其原地坐牢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这个顺暴雷虽然没能给他造成伤害 但是也成功见那个诱骗出来 打倒了瞬间我直接捡成他一个连打代步 所以甚至有些胆大人选择开始扎到我近年 但是终究也都是被我变成了盒子 经过这三难以随后也极其顺度地抢占到别的房区 这我原本以为有上一部的房区侧轮战 存在这几句溃平巨队已然是被我全部终结 可我的千脚是刚抢了到这片大仓 这不优伤功夫也暂时受到溃平巨队的攻击 好在这波我身上有着逃富加持 但吃了他一个精准水泡过后我就直接完成快速回血 随后也以其人之道还之心之身 只不过这个树暴雷出现时无炸到自己 但咱们手上有着大批加持直接用他发起进攻 虽然这波在进攻他同时被他爆炸攻射中 但是无伤大压也将他完成反射 随后也直接进入到几张刺激角的圈 这波在跳车拷打着腐地猫猫虫同时 想要风险铁猫过程当中也一不小心受到身后老六被刺 在拍下瞬间咱们丝毫不浪费顶点时间 给自己也拿成个桃子回去开着咱们顶尖站车 对准他起自闭眼位置直接又轻松一转 解语掉了这位贝斯福蒂格 现在场上紧身下最后一名敌人 但由于最后绝拳刷新的实在是过于的快 也导致我竞选同时自身成为了兽击状态 再加上紧身这种小伙子在我竞选同时直接对我实质拷打 最终一个失误也直接被他放倒在地 所有他的一个精准的终暴也直接捡我重点 紧急着在下把绝拳我依旧受到溃平拘对的针对 这个精准孙暴不出以外也将得瞬间炸飞 从接下来的一个爆炸功细节操作 不难看出他们想要杀掉我的绝心 都已经处于一个颠框状态了 你就看他即使暴露自己身份 要对我实际上的恨恨的恶心我一下 甚至到后面我想要偷偷干辣机权 也迎面就撞到这位溃平拦路虎 就看他这游戏ID想必大家就不难看出 这面小伙应该就视频开头那位了 我因为现在到了一位一真男大战环境 只不见来撞我溃平去就是已然是无数存在 但是这在我刚打完架这东西来的辈子 也能够确定这就是我直播间溃平小伙的无疑了 最终也被他一个火瓶直接就让自己吃了给别人 经过我这一项无可拘录的肩膀战 我单排队位让我从星转四打上星转一 还有咱们直播间能不能别被那黑心老板手蛊惑了 他答应你们拘录就给你们机器烧楼的事情 他是假的呀 都别拘录了胡说来保护我七天内打上这战神